我们介绍Lesson 6的The Last Paragraph 还有最后的一段 第26句 Perhaps you are someone who regularly gets the kicks from watching funny videos on YouTube If so, maybe you should consider making and uploading your own stuff 咱们看一下这两句 或许你就是其中一个人 Perhaps 这个字是个副词摆锯首 或许 这个副词摆锯首 修饰整个句子 他修饰整个句子 用这个副词来修饰这整个句子 是一件或许的事情 或许你就是那个人 You are someone 你就是某个人 这个人 who 你就是那个人 这个人他 regularly 你就是那个规律的得到一些喜乐 得到一些快感 得到快乐的人 然后从哪边得到快乐呢 from watching funny video on YouTube 你就是那个观看搞笑影片 在YouTube频道上面观看搞笑影片的那些人 好所以from记得后面加的是名词或VNG 所以或许你就是这个人 你每天都会花点时间看这些好笑的影片 你就是the one You are the one who regularly You are someone 你就是那某个其中的人 他会 regularly 你很规律的 get the kick get the thrill get the kick get the kick thrill 就是得到一些快乐 得到一些刺激 得到一些快感 你是从哪边得到快感呢 from watching 从观看 watching要加ING 就是因为有一个from的影响 这个from影响后面ING 从观看这些funny搞笑的video 搞笑的影片 on on YouTube 在YouTube频道上面观看这些搞笑的影片 得到快感的人 你就可能是其中一个哦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if so 如果如此 这个so是一个代名词 代替刚刚前面讲的这整句话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叫if so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就是每天都会去规律 看一下影片 得到快乐的人的话 那maybe 或许 maybe 或许啊 you should consider 你也应该要稍微考虑一下哦 考虑什么呢 考虑后面要加ving 你也或许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做什么事呢 you should consider making your own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自己去making and uploading 各位可以看到 consider后面要加 vng 所以有两个ing 这两个都是变成ing了 you should consider making and you should consider uploading your own stuff 你应该要考虑一下 自己去制作一下你的影片 并且上传一下你自己的东西 stuff这个字是东西的意思 就是你的影片的意思 这边就当作是影片的意思了 好 再来我们看最后的叠语哦 所以you never know 千万不要拒绝这样的一个建议哦 为什么呢 因为you never know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you never know 反正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哦 未来的事情很难说嘛 you never know that you might turn into an overnight youtube sensation and you might even make some money as well 所以他后面的结语蛮可爱的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知道什么 就这个that加子句 这个that后面加的是一个子句哦 来帮我写一下哦 它是个子句 它是个子句 子句当受词 这老师现在用反白的是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受词当作知道 know这个字的受词 它是个名词当受词 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 这件反白起来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呢 也许啊 you might 也许你会turn into 各位turn into就等于变成为 等于become you might become an overnight sensation 你有可能会变成是 一夕之间的youtube频道上的轰动 烧动哦 而且你变成红人之外呢 网红之外呢 烧动之外呢 and you might even 你甚至 you might even 你可能甚至呢 还会make some money 你还可以赚点钱哦 同时aswell 同样的 这个aswell翻成同样的 同样的你会变成sensation 变成烧动之外 you can make some money 你还可以赚点钱 好这就是我们第六课了 那youtube success story 这个youtube频道呢 它的成功故事的一个 一个整个轨迹 它的介绍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讲解的影片 能够帮助你对课文跟文法的了解 好那我们第六课就讲到这边咯 拜拜 by bwd6